大家好,我是泡美CEO赵元君 在泛娱乐文化产业,尤其是音乐版权授权领域 已经深根细作了十几年 很高兴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 一起讨论音乐和音乐版权 尤其是音乐商业化这个领域的一些问题 那大家众所周知 在互联网行业 互联网彻底颠覆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在互联网时代 文化产业也经历了两个分水岭 一个发生在2000年 一个发生在2020年 文化产业的发展事物遇到了瓶颈 您比如说主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在苹果公司之前 音乐发行全球采取的都是取道版权销售模式 唱片公司向作者购买版权 然后以唱片和尺带的形态卖给用户 也是苹果公司开辟了新媒体音乐的分杖发行模式 当然苹果公司的音乐发行 与美国和西方的知识产权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国内的新媒体平台 包括QQ音乐 腾讯音乐和网易云云业 这些平台 其实是重新识会了传统的取道销售模式 只是在这些平台 他们不是卖版权 而是卖的会员费 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人并不习惯 直接购买音乐版权或任何版权 包括付费会员模式 所以苹果的音乐发行分杖模式 在中国也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 最关键国内近年来 尤其是疫情以后 用户习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下载APP 搜索 一首你都不知道 名字的音乐 已经不再是普通消费者的习惯 精准推送音乐 才是我们认为音乐发行的未来 我自己在文化音乐产业的工作经历 基本上伴随了中国好声音 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我自己也见证和经历了 尤其是中义行业 在中国的全新运营模式 泡米旗下的独角秀TV 应该说颠覆了文化体育音乐产业的发行模式 成功还原了电视广播媒体的内容流量变现模式 独角秀TV 为品牌方提供了精准流量 弥补了新媒体信息流广告的品牌缺陷 真正的让内容 包括音乐 回到了内容为王的世界 谢谢